45题我们来大概解说一下 第一个的话其实这题应该不算太难 因为如果你之前会画得出来的话 应该都可以画都没有问题 只是说这个地方会有个填充 我们必须要填上这个地方要填上 我们用这个指令用SO的这个指令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填上颜色 那这地方的话我们第一个要怎么来做 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先从里面部分开始 第一个就是六边形 所以这地方的话多边形输入6 那特别注意的话 从这边到这边是25 所以我们可以在输入的时候 输入1Enter就可以了 然后第一点就是在这里 第二点的话就输入25 就可以画出一个宽度为25的六边形 那再来的话我们要画出上面的这个三角形 那三角形部分的话我们以这一点 如果要画到这一点的话 那特别注意 我们就可以相对于 因为它是一个正三角形 所以角度的话 我们第一个就是它的距离 距离从这一点到这一点的话 一样是25 那角度的话因为它是正六边形 所以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几度呢 这边到这边 小老鼠有没有 25对不对 那角度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60度嘛 从这一点 相对于这一点 这边的话呢是60度 那当然这一边的话呢 要怎么产生的 这一边的话你可以 可以以这一点来看的话呢 那这一点的位置应该是什么 小老鼠多少 也是25嘛对不对 因为它是正三角形 那角度是多少呢 倒过来嘛 所以从这边绕过来的话呢 再绕到这边 也就是360度 再减掉60 那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300 就可以画出这一边 或者是你用近色的也可以嘛 有没有 只要有一边 那另外一边用近色的方式呢 也可以产生另外一边 那再来下一个指令 SO 它全名叫做 solid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三点 选取之后的话呢 里面就可以填充颜色 然后呢画完之后的话呢 再画这一个外面这个弧了 那这个弧的话呢 它是一个这个 半径为25的长弧 特别注意哦 长弧的话 记得啊 -25才对 那画完之后 再把这个圆角做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画出这一个 这个图形了 那这个图形呢 实际上 没有很困难 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哦 首先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 第一个呢 我们就多边形哦 然后特别注意哦 输入6 Enter 6边嘛 然后呢 再来输入1 Enter 第一个端点呢 就点一下 往右 记得是用正交的方式 往右呢 第二个端点就输入25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会有个正多边形产生 的呢